这是约云鹏唯一一次没向观众鞠躬就下台的演出 约云鹏还在台上演出 主持人突然上台强行结束演出 意料之外的约云鹏挽回无果后 摔下话筒就匆匆下台 2019年12月9日 享阅10周年专场上 约云鹏为了感谢粉丝多年的支持 特意创办了好几个新的作品 并且穿上了专门定制的新大褂 然而就在约云鹏想着大展拳脚的时候 却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 因为当天种种不可控因素演出严重潮食 甚至于用于攒底的新作品也无法正常展示 从当天演出视频可以看到 工作人员多次上台提醒约云鹏 于是约云鹏就想趁着最后几分钟 给观众唱一段一回声二回熟 然而还没等他唱完 主持人就强行上台打断他的演出 这让本就憋着一股气的约云鹏情绪当场崩溃 摔下话筒后大哭着离开舞台 甚至于都没有对着观众鞠躬 事后约云鹏登上热搜 有人认为剧场不懂得变通 多耽误几分钟不要紧 也有人认为是约云鹏太过情绪化 本来合同就约定的是到十点结束 那么就要十点结束 面对网上的争论 此时约云鹏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发文 这次演出是他没有控制好情绪 剧场方便没有过错 是他没有把握好时间给大家添麻烦了 都知道等于社超时罚款 商言也一样 如果超时就要赔偿违约金 按照约云鹏一场几百万的票价 违约金肯定高达千万 而这也是为什么 约云鹏即使心里再不满 也要下台的原因